总要来趟南京吧 吹吹秦淮河的晚风 看着明城墙外大宝恩寺 述说金陵市 有人问为什么今夏南京火了 其实在华夏文明的征程中 它已火了千年 从未离场 曾经的风华故地 腐蚀皆历史 六朝旧事在月城天地 姐姐说与你听 传理修朱月城与秦淮河畔 开始了金陵城2500年的变迁 姐姐现在的位置可以说是南京城的原址了 700年后的三国时期 孙权迁都于此改名建业 眼前这座紫童大门 就是春秋到东吴时期的一进堂了 独特的挑衍造型 传统的对称式门厅 下面的图案和两侧的隔山样式 都是东吴时期常用的瓦当装饰标纹 演变而成的 开门极界山水 寓意依山傍水 走过竹林家道 前面就是正板桥先生的念奴交常干礼 一秋一鹤 吴江终老一次 原来正老也钟情此地 继续向前 看到领官天下 就是二进亭 水墨阑山 烟雨江南 这里是东晋时期 出延深度减少 驻比例细长 凉房比例加重 上面的花纹装饰 都是来自东晋时期皇宫的纹路 门外大开大河 门内曲径通幽 走在二进连郎中 上游顶侧磅水 在江南闷热的梅雨时节 在这儿可以谐语听语 吟诗送对 而连郎中端是一处框井 月洞外是一株百年树林的罗汉松 一框井一石剑 欢迎来到三进巷 同时我们也到了南北朝大融合时期 翻延的步道两旁 是多重立体的景观手法 栽种了有层次感的花木幽静 形成烟云飘渺的景色 能看到好风景 却看不到路尽头 路尽头就是象征 平静豁达的四进园了 与后面的五进院 一起代表着明清时期 简直签画是 康熙南巡途的第十一卷 那画中描绘了 大宝恩寺附近的繁华景象 以抬头可见的大宝恩寺塔 遥相呼应 五进院则是一处 中式庭院造景 听着潺潺流水 走过玲珑小桥 山水碟石中 莱勋亭屹立眼前 这个清代的六角重烟亭 是从山西平移过来的 也是至今保存完好的 全木质笋帽结构建筑 是由五千罐细小木座构建 拼接而成的 玄武 七霞 羽花 走过那么多城市 南京的地名最深入我心 陵谷深松 陶渡临流 七霞盛景 金陵的四十八景在这里重现 打造了这满园禅意空间 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套720坪的中式合院的院门了 地上三层起居空间 地下两层是休闲空间 走廊外是私人的花园 那前面就是客餐厨一体的家庭活动空间了 客厅源自秦淮取水的灵感 取水屏风遮挡一边奢侈 是不是有点油爆皮般半遮面的意思了 楼上两层是家人的起居空间 二层是两个套房 三层整层都是主人套房 秦淮缓缓流 盘古到如今 在主卧套房里 我们看到了秦淮景 破屋顶是传统中式的建筑 背景墙上的折线是秦淮的水流 两边则做了墙砖的样式 像不像金陵城墙的墙砖 地下两层动静分区 书房联通茶室 整体浅色调 联雅精致 如果说这里是尽心沉思 那下面就是派对空间 这里还打造了一个藏酒空间 让每位参加party的人都能身临其境 当然了 这些社交空间还远远不够 出门向东 路过5.5万坪的景观公园 就是月长天地打造的 10万坪的开放式商业街区 购物 娱乐 餐饮都不在话下 值得一提的是 文华东方酒店就坐落于秦淮河畔 与商业区的15栋单体建筑 再现了明初的花月春风16楼 南京应天府有5个城市功能 有4亿属宅院 月长天地秉持着 附县长干里的繁华荣光 承袭了应天府的城市 对应规划了商业 酒店 办公 住宅 公园 在这里看到了南京城的起源 商贸繁华发迹 也看到了商谷国宾汇聚 文人默克住足 高鹏雅士聚居于此 那么这套月城里的房子 是你的精灵异余吗 如果还没看够 马上就升级户型面试楼 据说最大面甲有上千品 售价过亿的大宅 只要你一键三连 姐姐就能带大家解锁了